你好 这里是张宁视野 俄军第七十二旅被消灭 9月15日上午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突击旅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亚述旅 正式宣布 他们收复了邓尼茨克州 巴赫姆特地区的安德里耶夫卡 驻守在这个地方的俄罗斯联邦第七十二步兵旅 被彻底摧毁 这个俄罗军第七十二旅很有名 曾经充当督战队 阻止瓦格纳雇佣军从战场上撤退 而且他们在瓦格纳撤退的路上偷偷地埋地雷 旅长后来被瓦格纳给逮住 暴揍了一顿 亚述里的一向行动迅速 这次是突然包围了这支军队 并且迅速地摧毁了他 截至九月十五日上午八点五十分 战斗还在继续 还剩下少数的俄军部队仍然在富与顽抗 在过去的两天内 亚述旅消灭了俄军第七十二旅下属的三个战斗单位 也就是说这个旅下属的几乎所有的部 还有大量的装备都被摧毁 俄罗斯联邦第七十二旅的部队 实际上长期以来都在前线作战 而且他的主要对手也是第三突击旅 他已经多次遭受重大损失 后来虽然经过多次的补充重组 但是这次被乌军彻底消灭 七十二旅是属于俄军的一线部队 而且是属于俄军的精锐部队 他的被消灭将会对俄军其他部队构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另外是普京该多么绝望 才会把金正恩当作救命稻草 最近媒体上不断报道金正恩访问俄罗斯的消息 而且普京天天作陪 据说有一次他曾经跟金正恩私下聊天多达六个小时 要知道普京已经七十岁了 他长期靠药物维持 由此看来普京把金正恩当成了救命稻草 当成了最后的赌注 希望金正恩能够救他一把 但实际上这就说明普京的判断力太薄弱了 就像当初他悍然下令军队进军基普 想要搞一个闪电站在24小时内占领乌克兰 主要是依赖他手下的情报局的特工提供的情报 后来他把负负乌克兰情报的第五局全部给抓起来 来泄愤 但是为时已晚 现在他又把希望寄托在金正恩头上 这就说明了这个家伙的头脑已经糊涂了 要知道朝鲜这个国家毕竟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朝鲜人的生成状态是全世界最恶劣的 所以朝鲜短期能够为俄罗斯提供的炮弹 不会超过300万枚 这个差不多就是过去70年来的积累 而且这300万枚炮弹基本上都过期了 有的甚至都是50年60年以前的炮弹 而且管理不善 按照目前西方的技术标准来说 朝鲜这些炮弹不合格力约为80% 这个80%是有依据的 因为早在2010年的时候 朝鲜军队跟韩国发生冲突 曾经向盐平岛上发射了170枚炮弹 当时每一枚炮弹 韩国都有监视 都有记录 甚至动用了多少门大炮 用了多长时间 发射的节奏中间出现的一些空档 都有计算 结果呢 这个统计数据表明呢 这170枚炮弹当中 竟有50%连 盐平岛上都没有射中 就是说都射到了海里 射偏得太厉害了 都偏了几公里 就是说呢 毫无意义 另外呢 在落到岛上的50%的炮弹呢 有20% 有20%呢 没有 其中有20%没有爆炸 也就是说只有30%爆炸了 另外呢 按照韩国国防部后来的推演计算 至少当时发射的炮弹呢 超选炮弹 还有14%亚弹 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有从那个炮筒里射出去 今年乌军呢 也曾经从国际市场上呢 辗转得到了一批朝鲜生产的火箭弹 因为朝鲜生产的火箭弹呢 它是属于苏联的体系 也就是说呢 适合于苏军的火炮的口径 和乌克兰火炮的口径 包括中国火炮的口径 当时乌军呢 对这个朝鲜的火箭弹质量之差呢 简直是难以容忍 尽管呢 拥有120万军队 也有大量的炮弹工厂和仓库 但是呢 朝鲜已经整整70年没有打过上 甚至呢 他们都不知道应该生产什么样的炮弹 你像这个80%不合格的炮弹 你说你辛辛苦苦运到前线去 多么的不容易 然后呢 都是不合格的 都是要么是臭弹 要么是哑弹 要么就会射偏 要么就是说呢 朝鲜的进攻质量很差 所以说朝鲜的炮弹呢 是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 那个时代的炮战 因为呢 当时苏联援建朝鲜的那些大炮工厂 炮管炮弹的标准 实际上都是苏联当时被淘汰的 因为在战争以后呢 苏联呢 从东欧战期的时候呢 就从欧洲得到过很多设备 从美国得到大量的 主要从美国得到大量的军工设备 从英国 后来呢 又从德国啊 从捷克掠夺了大量的这个军工设备 从而呢 能够把战前苏军的那些淘汰的 落伍的设备呢 送到了中国 送到了朝鲜 你想想它的质量何等之差 因为朝鲜呢 作为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呢 其实各方面都在持续的退化 朝鲜人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在退化 我今天呢 看到非洲有一个部落 那个部落的人呢 每个人都只有两根脚趾头 当地人呢 还挺自豪 说这个两根脚趾头爬速方便 但是呢 一般专家都认为呢 这个呢 实际上是遗传性疾病 这个是怎么造成的呢 这就是 就是说呢 近亲结婚造成的后果 也就是说 它在部落内通婚 在全世界 凡是在部落内通婚的 这个人种呢 都会迅速的退化 其实呢 中国呢 现在面临最深重的问题呢 也就是 人口的 族群内退化 中国是 中国呢 它很多中国人呢 被共产党宣传的认为 中国人勤劳勇敢 智慧 中国是 好像过去几百年前 是很先进的国家 其实中国一直都是 全世界最落后的国家 就跟那个 非洲那个两个脚趾头的国家 差不了多少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自古以来 没有像样的道路 没有车子 中国人呢 最主要呢 是被实行呢 这个户籍制度 这个严格的户籍制度呢 就等于把 全国人民都当成农历 当成囚徒一样进行管理 所以呢 婚姻呢 只能在临近的村庄之间来进行 如果有人 对中国农村去稍微考察一下 就会发现 中国农村呢 比如说姓陆的 跟姓高的 这两个村庄呢 我把女儿嫁给你 你把儿子 你把女儿嫁给我 就是那么 实际上都是交换婚姻 就中国自古以来的都是 那个同样习买卖 交换婚姻 所以呢 这就导致呢 全是亲戚 农村那个很多人 弄来弄去都是亲戚 就是两口子 原来都是亲戚 不是有姑嫂 有的是姑子 有的是这个 表兄 一般来说呢 堂兄呢 会直接的这个导致基因退化 生出各种奇形怪状的 所以说呢 一般堂兄堂妹 不结婚 但是除此以外 都可以结婚 所以呢 这就乱了套 所以呢 这就导致呢 他那种潜移默化的 那个人种退化呢 是一种普遍现象 这个呢 非洲人避免不了了 中国人避免不了了 以前的英国王室都难以避免 英国王室过去呢 他 早期呢 他有经验 跟外国人结婚呢 产生的后代比较优秀 但是他后来忘了 他后来忘了 从来生去到最后呢 他陷入了一个怪权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欧洲的王室呢 后来几乎都是具有 呃 就是说 就是 就是 就是遗传 就是都有一些这个血缘关系 所以他到最后呢 弄来弄去呢 全都是一帮的这个亲戚 你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那个英国国王 呃 德意志皇帝 还有这个 呃 俄国沙皇 原来 都是这个 这个堂兄弟 堂兄弟或者表兄弟 所以说呢 嗯 他会导致各方面的这个退化 呃 智商啊 或者其他基因各方面都会出现退化 所以朝鲜呢 嗯 而普京呢 现在呢 他为什么能够去相信朝鲜这个能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呢 就说明普京自立的退化 自立的退化 也就是普京呢 已经处在绝望的关头 这实在走投无路了 实在是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所以说 才会把金正恩当成救命的稻草 另外呢 今天还有一个消息就说呢 卡德罗夫昏迷不醒 这个 这个消息呢 是来自乌克兰情报总局 呃 他们和这个车程的侨民 呃 消息来源 都证实呢 卡德罗夫已经病危 已经陷入昏迷 乌克兰情报总局发言人安德烈尤索夫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 卡德罗夫的病情十分严重 而且最近在不断的恶化 呃 卡德罗夫呢 在上个礼拜呢 曾经出现神智混乱 呃 就是说呢 当时呢 被普京的特工发现 潜似普京以后呢 紧急空运到莫斯科 当时的消息呢 是说 对他进行强制性的戒毒 现在看来呢 他不仅仅是吸毒 他还有严重的疾病 呃 可能正是因为这些疾病呢 使他感到痛苦 所以他在吸毒 呃 普京当然不想失去了这条忠诚的走隔 因为他 普京害怕呢 一旦卡德罗夫死了以后呢 呃 车程会再次叛乱 而现在的俄军呢 根本就抽不出军力来镇压叛乱 所以普京呢 一度期望呢 对卡德罗夫进行根本性的治疗 所以派特工把他强行绑架到了莫斯科 但是呢 俄罗斯的这个医生进行会诊之后呢 得出结论说他们无能为力 毕竟俄罗斯的医疗技术比较差 呃 最后呢 卡德罗夫呢 在几天前呢 被翘翘的送回了车程 据说家人现在呢 准备把他转移到阿联酋进行治疗 因为阿联酋呢 他毕竟跟西方世界的关系好 他能请到美国欧洲的民医 来为他进行治疗 但是现在呢 呃 欧美的民医不可能到俄罗斯去给人治病 呃 那有关46岁的卡德罗夫身患重病的传言呢 已经流传了几个月 早在 呃 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德国的图片报的就采访过了 采访了目前流亡在外的车臣前副总理 阿赫玛德扎卡耶夫 呃 到车臣 呃 因为呢 卡德罗夫不信任莫斯科的医生 害怕普京 呃 的特工呢 把他暗杀 呃 最近呢 其实呢 卡德罗夫的外表发生了很多变化 尤其是面部 他那个肿胀 就是突然比以前肥胖了 然后呢 他手指头上带了一些医疗器杰 可能是一些偏方治疗设备 因此呢 人们正在 人们就推测呢 他的肾脏正在衰竭 而且呢 今天呢 他的儿子发布了一段情绪激动的视频 讲述了 呃 可能失去父亲的那种痛苦 呃 间接证实了 呃 这个他父亲的病情 也就是卡德罗夫的病情 嗯 卡德罗夫本人也不止一次呢 试图拨持有关他患重病的传言 宣称自己 反正也不想长寿 活一天算一天 因为卡德罗夫呢 是一个非常放荡的家伙 嗯 他十分放纵 酗酒淫乱吸毒 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些缺陷 所以呢 普京呢 就是说 控制了他 在他身边安装 安插了这个一些特工 甚至一些女特务 陪他循环坐落 嗯 其实早在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呢 呃 乌克兰 呃 这个乌克兰情报总局局长 布达诺夫将军呢 就证实了车程 领导人卡德罗夫 吸毒的健康问题 嗯 他说呢 卡德罗夫患有非常严重的毒瘾 而且呢 呃 这个 呃 吸毒呢 很多人吸毒呢 是因为疾病 因为疾病呢 令人痛苦 很多人就通过吸毒呢 可以摆脱 但是当然 这个吸毒呢 又会使病情加重 还有一些人吸毒呢 是为了能够增强性欲 呃 但是呢 这种吸毒呢 也会呃 导致人的身体呢 呃 出现病情 所以说呢 从卡德罗夫的种种迹象来看呢 嗯 他是既患有重病 又吸毒 又酗酒 又淫乱 呃 这个 所以说呢 他恐怕呢 这一次呢 命在单膝